书,人体营养水火是相互依存,制约的,营虚体质是相对营业不足水亏,因此营虚体质会常见不润暴色,内润上火之下,比如行体消瘦,关草干涩,心乏易怒等,营虚体质的人养生,就要注意镇静安神,少吃甜辣,多吃自软的食物。 秋天如何治阴虚,广州中医要大学复结阴,我读大学时,有一个同学在复习功课的时候,总要带个盆,接点凉水,然后把脚放在凉水里,手旁边还要放两块石头,摸着石头砍书,我很奇怪,问他为什么要这样。 他说自己手心,脚心热的根本被不下去东西,只能这样做,我由此一下子就理解营虚内热,五心烦热,是怎么一回事了。 因为内热,所以这种人有时显得很活跃,精力旺盛,但是活跃过分就成躁动不安了,营虚体质首先是先天禀赋,是父母给的,这是最重要的。 其次是情绪长期压抑不舒展,不能正常发现,预计而快活,快活就会向身体内部燃烧消耗,是阴京暗号,再次,长期食用希腊造育热的食物,也会加重颗醋声音虚体质,温造的,希腊的,香浓的食物都商业,比如花椒,混香,桂皮,五香粉,味精,辣椒,葱,姜,蒜,蒜,韭菜,虾仁, 荔枝,桂圆,核桃,樱桃,杏,羊肉等,这些食物并非绝对不能吃,但是要尽量少吃,在肝脏容易上火的天气最好就不要吃,工作紧张,睡眠不好,尿黄便米食也不要吃,如果经不起,又或多吃了,就多喝糖水,多吃点凉性水果以制衡, 因虚体质的内热毕竟是虚热,所以不可以无节制的吃可寒凉的食品,因为伤及脾胃更麻烦,因虚则更应忌讳,因虚体质以吃肉质精细的动物,有这蛋白,如很新鲜的猪肉,兔肉,鸭肉,鲁鱼,鲑鱼,鲑肉,鲑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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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尽量少放调料,保持原汁原味,这样相对均润,补益,温和,吃起来不容易上火,就算食物不是热性,经过油炸,煎,炒,烧烤以后,也会变得上火上瘾,所以不要煎炸,烧烤,或放花椒,八角,桂皮等,敏感的人一直就上火,尤其是身在南方,又应许炼热的女性, 大都对食物的加工方式特别敏感,还有就是不要经常吃大火蒙火爆炒的菜肴或火锅,麻辣烫,当然,不论哪种体质的饮食养生,并非只能吃适宜的食品,不能吃不宜的食品,日常生活中,在体质偏颇不明显,身体没有出现,假健康状态时,只要营养均衡,什么都吃,什么都不过分就行了, 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,素问藏起法实论,告诫我们均衡善食,以维持生命,无骨为羊,无果为主,无处为意,无菜为冲,气被合而扶持,以补经意气,饮食的基本作用首先是安身立命,维持生命,其原则是均衡摄取,任何体质都适合, 但是在气候发生明显变化,工作疲劳紧张,体质偏颇明显,出现压健康状态时则应该注意饮食养生,有目的的选择适合或改善体质的食物,避免加重体质偏颇的食物, 各种体质饮食养生,所列只是以或不适宜的食物,出发点稍微高于安身立命,毕自于食,而是带有一定的调理含热汁时,辅助的色彩,烟物调制,银耳电窝是佳品,秋天天气很干燥,用沙身,麦冬,玉竹,雪梨包售猪肉,既有猪肉的鲜味,又有雪梨的甜味,非常清甜养人,百合红枣粥,鸭盐窝粥, 银耳虫草盾瘦肉等,对于阴虚体质来说也都不错,但由于上述药物在中国未受女性推崇,大部分人都知道她们能够美容养颜,所以因为卵食而引起月经不调,肥胖,消化不良,挫疮等病症的情况也常见,上述资补品,对阴虚,既阴两虚的人比较合适,但也不能多吃,而他失,食热体质,一不知为佳, 浴血体质吃了作用也不大,阳虚,既虚体质,则要再配一些礼器,补气,无痒的药食,而且不能大量酒服。 所以,燕窝等贵重礼品不要乱送,要看是否合适,应许体质的人可以服用一些忠诚药来改善体质,不一定要像服药说明上那样一天栽次的吃,可以自然减少剂量。 一般情况下,摇西三软,二名眼花,五心白热者,可以服用六味地黄丸,眼睛干色,食物昏花,二名明显者,可以吃起菊地黄丸,小便黄而不利,心发明显者,可以吃至百地黄丸,睡不好觉者,可以用天王补心丹。 经络调养,不是最佳办法,对于在阴虚体质基础上所得的很多病,针灸相对来说不是首选,药物,饮食调养比较好,虽然说有些学位具有养阴生间的作用,但是对于与些天秉复有关的阴虚体质,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,阴虚体质者还是一药食调养,改变生活方式,不在伤阴业为原则调治比较好, 阴虚明显的患者针灸时痛感比较明显,而且同样是失眠,月经不调,头痛等,阴虚体质患者的针灸疗效就不如弹湿,浴血,食热,阳虚体质的患者。 不过,这只是我个人的临床感觉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,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主办,中医药知识,健康药生资讯,零售价,RMB12元。 邮发贷号,82-654,邮箱,GTX126COM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